Titro到底会不会把用户他们的资讯 还有数据内容呢 传送给在中国的伺服器 这个问题一直被外界所关注 那么之前呢 Titro为了要解套美国国会他们的担忧 所以他们就承诺了 会耗资15亿美元 成立一个独立特殊的部门 叫做德州计划 来宣称借由他们来监督数据的内容 而且会保证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呢 是呢隔离的 不会送往中国的母公司 可是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呢 透过了包括了员工的爆料 还有他们检视过的内部文件发现 Titro的高层呢 他们除了之前就被质疑说 有多名中国总部高层直接空降 而且这些高层呢就被控诉 说他们会指示呢 Titro的员工 他们跟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来呢分享用户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邮件 包含了他们的生日 还有包含了他们的IP位置 因此他们就质疑说 这个Titro对于美国国会 所做出的承诺 根本就没有实现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到是呢 美国现在针对了社群媒体 其实也有了新的管制 就是佛州他们呢 要通过立法说 禁止16岁以下的孩童 来使用社群媒体 就算你有家长同意 也不可以 因为他们认为 社群媒体将会导致呢 儿童他们面临了霸凌等风险 可能会让儿童陷入 忧郁或者是呢 成瘾等问题 那么当然针对像这样的立法呢 这个Meta 他们就提出了反对了 他们认为这样的立法 其实是限制了父母的裁决权 恐怕涉及了侵犯隐私 不过佛州他们认为 他们管制的不是呢 这个社群媒体的内容 而是担心可能会造成 成瘾性问题的社交媒体 所以管制他们认为 自己是站得住脚的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 也请去锁定华视新闻 Hello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 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